Hio,我是杰克,这段影片我们讲一下Extra官方出的一个外挂叫Extra Customizer Reset Customizer就是我们在外观里头把制定调出来这一个功能,它就叫Customizer,就是制定的意思 那Reset就是重置,就是把里面的设定洗掉,就是一切归零重来的意思 那电脑上比较常用的讲法就是回归成预设值 所以只要我们动过这些制定的选项之后,觉得不满意 然后我们又不想要一个一个把它调整回来 我们想要全部洗掉,我从头开始设定 也许这样是比较节省时间的方法 那我们就可以搭配这一套外挂,把设定回归成预设值 我们先把这一套外挂的名称复制 然后来到后台外挂底下的安装外挂,把名称贴上 贴上之后会看到这样子的几个外挂的名字 我们找到这一个是我们要的,我们就按安装 那我在这边已经先安装好了,所以我就直接按启用 启用完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一个制定的画面来,重整一下 然后你就会看到最上面这边多了一个按钮叫Reset All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的颜色与背景里头的主要颜色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主要颜色是绿色 我们一开始装起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蓝色的 那这一个颜色是因为我装了这一个范本 我们可以汇入现成的网站范本 那在这一个范本里面,它因为是一些植物嘛 所以它就选了绿色 那现在我要把它洗掉,洗回原本的蓝色 那我们就按一下这个按钮 当然它不只是洗颜色而已 所有你在制定项目里面的设定都会洗掉 那刚刚它做了一个重整的动作 那重整之后你看到现在的logo变得比较大 就是不像我之前有为了美观我做调整 我把它调整到比较合适的大小 而且我的网站标题本来也被我隐藏 现在又跑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颜色与背景 在主要颜色这边,你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一开始的蓝色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个logo的部分 好,那其实这个不仅逐一装起来的时候 它是没有logo的 可是我们洗掉设定之后 其实logo还是在 所以这个logo的设定 并不包含在它 就是回归预设置的其中之一 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些设定值 是它不会去重设的 它还是会保留 那不过这样子已经比我们一一点进去 然后一个一个调整 速度来的快了 你只要按下这个按钮 就自动帮你回归 那你可能会想说 我首页怎么还是刚刚贿赂的那个网站范本 那这个是属于在设定的阅读这里 这边 它从最新文章 一开始我们 Wordpress预设是最新文章 是我们 汇入了那一个网站范本之后 它变成选择静态页面 而且它有了一个页面 叫做home 它这边就调整到home 所以这里并不属于这个自定选项的范围 所以它不会去动到这里 那如果你希望说回到一开始 那个首页是最新文章 那你就在这边做调整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首页 你就会看到最新文章 那有关这一个官方出的 可以帮我们把制定选项回归预设值的外挂 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关注这个人 那是这一节目的 我来说 有些东西 在这一节目的 在这期间 放开 我们来说 你也在这边 你也在这边 我来说 你这个东西